這時候大塞車 馬來西亞 我在這個城市叫做 Sarabahn Sarabahn這個地方 進來好像是一個博物館 還是不知道是什麼地方 我都不懂得看的 它全部都是不用英文的 它是用馬來文寫的 問一下GPT這個是什麼地方 那個門位都不理你 隨便你進來的 全世界的地方其實都是一樣的 有什麼區別 周圍都是這樣的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特色 可能華人的餐廳比較多 來了這個酒店 因為那個Palmer酒店真的太差了 這個就好了很多 這個真正規一個酒店 很奇怪 他們也是三點入住 所以要等三點 所以只能夠在這裡 周圍逛逛 環境周圍都不錯 酒店出來 外面這裡就是一個公園 好像湖一樣的地方 一個小公園 走走走 它差不多通知我入住了 這裡應該是平時 就是本地人在這裡運動的地方 如果你說 基建跟中國相比 就不用想的了 因為 全世界都不知道有多少地方 基建可以 跟中國相比 所以周圍都是很舊的 基本上哪些地方都是很舊的 不過 芙蓉這個地方就 綠化比較多些 而且 算是新區發展 樓價便宜到兆 他們說這個地方 75萬人民幣可以買到 兩層的地下屋 很神奇 華人就一定要買 100萬令吉以上的才可以 所以華人就一定有個 最低消費額度的限制 100萬令吉就等於 150萬人民幣 所以這個基本起點 所以你想買便宜屋 也是不可能的 華人的話 所以人呢 就是一定要去爭取 我本來想放棄爭取 隨便地住在那個 垃圾的攀摩 酒店 所謂的酒店 現在來到這裡 才叫做一個正常的 一個酒店 一定要爭取你想要的東西 南華國家呢 我們華人就算是 比較高等的品種 種族 所以就相對來說 你就會有一點點優越感 因為你算是高等種族 對吧 來到這個酒店 換了來這個酒店 甚至有些游泳 所以就 跟那個 印度酒店 那個Motel 沒有得比了 OK 好 我就在這裡游泳 到處都是公園 沿著這條路 去找晚餐吃 我很想去找些腸粉 或者是廣東那些粉 但是 都 要走過這個森林 都幾舒服的 下完雷鎮雨 這裡很多時候都下雨 又來到一個 我又不知道是什麼地方 還是要在這裡生活一段時間 才知道 這些地方是什麼 最主要真的不懂些蜜 那些馬來蜜 搞不清楚是什麼 找吃艱難 真的 不知道怎樣才可以找到 一些粉粥粉麵 當 解決晚餐 都是這些蜜 是不是跟伊斯蘭教有關 可能是它那些 那些子 來的 二廟呢 有可能 有點像基多那個老城 走著日落方向 本來就往這個方向走的 走著走著 找到 有一間 就想坐下來 因為天都差不多黑了 就這間 就決定來這間 這間也是華人餐廳 這個樣子很綺麗 好 進來光顧 正在門口 看著 歡迎客人的到來 現在我是今晚第一個客人 給我這麼大碗食物 怎麼吃 嚇死我 哎喲 真是嚇 怎麼 這裡整條食街 聽說 古老的食街 吃完東西 回去了 這裡不知為什麼 這麼多這些會館 各種各樣的會館 它不知這裡是以前什麼地方 來的 這裡又是衛州會館 現在只剩下一個殘骸 在這裡了 我們人們這麼早收檔 奇怪 到處都是關檔 好像是老城區 又是華人區 有很多中文的 這裡又說什麼 天后宮 這裡是天后宮 那些什麼貨售 哎呀 這麼破落 你貨售都沒有人買 買吧 明明到處都有這些 三尖八角這些屋 都不知是什麼 又是寺廟 剛才走這個森林 這條路 聽到念經 我就很害怕 毛骨悚然 現在回來見酒店 就心定了 就馬上安樂了 哎呦 一個人在外面生活 都是不容易 很害怕的 特別 我這些怕死鬼 明白為什麼華人 會喜歡這些住公寓 因為人多 那些其他人就 習慣了海外那些外國人 就對於這些獨立屋 無所謂 但是太靜了 一定要有人多 說人真的喜歡人多 才行 如果不是怕 不知道怕什麼 可能 我也不知道